你什么意思吗 他背着我就跟别人相亲 刘亦彩 刘亦彩 怎么回事 对啊 我都站在这里看了你玩手机玩了 一两分钟了 你都没反应吗 你只找他了吗 没有 没有 我真的带了你 你给我带了吗 带了什么 西饭包子 你吃了没有 我吃了 你吃了 嗯 谢谢 我来有个好消息跟你说 好消息 想不想听 你说一下 刘亦彩 好消息 好消息 嗯 什么好消息啊 你想不想知道 你先说呗 前两天我们不是去银行借钱了吗 没借到是不是 嗯 亲戚也没借到对不对 嗯 然后呢 就是我们谈红论嫁的事情 嗯 哈哈 嗯 但是你这个人呢 说起来就来气 还背着我去相亲 所以 昨天我回去跟我傅宫商量了 说 呃 就是关于 你拿不出18万彩礼的事情 嗯 我妈同意说要你不要给了 真的啊 啊 有这么好的事 肯定有这么好的事啊 你妈以前不是很强硬的吗 就是坚决不退让的吗 他是看我们相处了这么久 然后呢 我们了解的有这么久 看你这个小伙子确实是还可以 但是确实家庭条件确实有点太差 要你拿十八万拿得出来吗你啊 我慢慢长呗 慢慢长 我们年龄等得起吗 啊 还是还有就是 我妈不仅不要你给彩礼了 她反而 还给给你要 啊 啊 哈哈哈 你不开心吗 有这么好的事吗 这不是好不好的事情 相当于是赔价 你先让我 还一还 我一下都没还过来一样 不行吗 我昨天回去我跟我妈商量了很久 她说看我们两个在一起 是真的奔着结婚去的 年纪呢也不小了 她说 之前确实是的 你答应坐上门了 对不对 但是唯一的一点你要坐上门 但是十八万的彩礼不需要你掏了 然后当时呢 十八万的彩礼 算陪价我们女方给你 还有这么好的事吗 就是给我们嘛 肯定啊 以前 上次说硬要我给十八万的彩礼 现在还给我陪一家 嗯 是真的 我妈同意了 但是你不要背着我去跟别人相亲 你什么意思吗 还背着我去跟别人相亲 你都是上门了 你还在这背着跟别人相亲 银行也去借了 兄弟 亲戚 该借的都问了 没有 我妈看我们两个没有 她能拔你怎么样吗 看我们两个又想在一起 又没钱了 怎么干 只有我妈退一步 那我 我就是 感觉还不是很好 啊 我们愿意赔一家又不要你给钱 怎么又不好了 你别得寸进尺了 你这个人 我要不然我就是还给你 我自己给一点彩礼钱 嗯 那个赔这就算了吧 给多头 给三四万呗 三四万 三四万我们这边的财力都是18万起 你来个三四万 要不就给 要不就别给 丢真的是 你这个人就打起脸来春胖子 这给我 我现在是自己这么多钱 嗯 我就尽量给一点呗 等一下别人不说闲话嘛 你本来就没钱 你家庭条件本来就不好 不知道 等一下 等一下我本来是上门 然后你们还 然后彩礼又没给 还倒贴给我 那我 我们 我妈 那我也要面子呀 你也要面子 你的面子玩哪哥呀 嗯 我也要面子的嘛 你等一下 别人以为我 我吃软饭了 哈哈 你就是你不是说答应都坐上门 那你还在 还在意这些做啥 上 那我也不能这样子啊 啊 反正我就觉得不好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好吗 只有没有 你要不就 嗯 我彩礼少给一点 然后 嗯 不用赔假了 要不就 还就是要不 就等我再攒几年前吧 你攒几年前 你我们年纪等得起吗 真的是 我看你这个人 就是有味 你像什么吗 别人真的会说 行话的说 我们那个 你们家条件不好 人家都是知道的 对不对 你彩礼给不出 别人也是知道的 对不对 我妈第一呢 又不要你彩礼了 第二呢 还给你赔 八万 我妈昨天晚上都说的 清清楚楚了 她是看你这个小伙子 确实很实在 要不然 怎么轻而易举的 就是做一步退让呢 之前我妈都不 都不同意退让的 理的不老实的 那你还是让我 谎一下吧 我 那里我们那个 谈还是不谈吗 要你给十八万 才你也给不出 我说 我们说我们 陪假的 你也不愿意 你又我怎么做 才算好 就是转变 感觉就是太大了 我一下缓不过来 缓不过来 哎 开心的缓不过来 是什么吗 你这人啊 脑袋短路 真的不知道说的什么 好走 回去 不说 走啊 回去吧 真是气死了